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爷爷 请问中字怎么写 小朋友好 牛爷爷的书法每日一字写出乐趣 纸上得来终绝浅 今天我们学中字的写法 中字是繁体字 虽然是左右结构 但是我们上下分成两段 上边大部分结构都在这个梯形里边 三个点和这个钠组成一条斜线 使得上边非常完整 大结构整了 我们要注意小的地方 这个撇和这个撇的平行连贯 这个提和三个点的平行连贯 撇要收 那要放 我们看这个梯形是斜的 所以我们要想这个字正 这个竖线也斜一点感觉 正过一点来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一个字要想给它写正 是有各种办法 不是左右上下都方方正正的 正了就好 而是在倾斜当中寻求一种平衡 那是书法的追求 这个字的结构 我们就分析完了 这个字里有一个重要的笔画 纳 一起来看牛页书法的笔画 分解动作 这个纳起笔 向上鼓一点 鼓一点之后 再想下 把笔毫铺开 顺时针转笔 一边提一边转 一边提一边转 这样写出纳脚比较饱满 纳我们写的很多 但对于这个纳来说 我们要记住它的特点 特点就是上细 而且先上鼓一点 纳脚非常饱满 走到这以后要记住 顺时针转动毛笔 笔杆向右上倾 一边转 一边提笔 我现在完整地 把这个字写一遍 铁 先粗后细 这一笔 笔尖朝上这么斜 顺时针点动 形成这一个形状 这个铁跟它保持平行 这要细 三个点 要连贯 撇 插过来 横撇 要细 注意 撇和三个点的连贯 扑开 加住 转笔 提笔 收笔 这两个点 不在垂直线上 稍稍地 向左靠一点 这个字就写好了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 牛爷的书法和歌 一起练习 上边两片要相关 三边这片一线连 那叫高度可聚上 两片红银相里偏 牛爷爷 是不是字的上下左右部分写得一样大 字就均衡 匀称啊 这不一定啊 要看它的笔画多少 还有它的形状来决定它的大小 我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原来每个字梯都不简单